Hello 我是阿翠 大家小朋友们已经拍了长照片吧 千万不要把这些废片扔掉啊 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 四个变费为宝的小妙招 让你的这些废片也能载头一圈 或是 1 照片像这条色很厉害 像这样的照片吧 就是背包拍摄的 其实那一天的还特别来 但是一点都拍出来 我们打开iPhone里面的照片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 高光-12 肩灵布加50 高光-29 1.31 对比度-48 量度加50 也加20 薄图加10 最重要的来咯 自然薄图加36 色温1加9 转软一点肤色或一个自然色 不要加16 清晰度和锐度也加一点 搞定 那这个参数可以让任何照片都变成洞杆色 太多了好 连洞图都可以调 大二次购图很重要 这张照片整体看起来不是很好看 在中间的绝美 打开搜图案 写图里的调节 点开构图 那么学习照片中的亮点 进行一个二次构图 随着9比16这个尺寸 刚好可以做手机地址 看现在这张照片是不是已经好看多了 我们再添加一个对镜 我选择是油画里的爱丽丝 然后再添加一些笔纸 比如这种很好看的手盔色体 哦 这也很好看了吧 三 消除路人很简单 外出拍照就拍摄 预复 遇到这种问题也非常好处理 打开APP 美意 选择特效 模糊 动感模糊 先用橡皮全部擦掉 然后用画面把会移动的车和人给涂抹过 因为像是建筑啊马路啊都是不用模糊的 再加一个胶片风的滤镜 立马有电影感 四 手会披露的很有趣 但我就很喜欢拍一些记录生活的照片 那像这种照片呢往往都是 没有读镜 没有读镜 要啥为啥 这就是我随手拍的鸡蛋花儿 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数位元素来增加照片的趣味 我最常用的出手Plog的APP就是网游相机 打开贴纸 这里有超多不同风格的贴纸 我们可以加几个女人的小眼睛和轻轻装饰 还可以加一些文字记录 哎呀是不是一下子有趣了 那以上就是我私藏的小妙招 要不是咱们关系好我才不跟你们说呢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千万岁的小幸福生活全都有 拜拜